祖母 祖母不是刚从庙中祈福回来吗 为何会突然病重 太后一向身子骨硬朗 今日是听闻太子与花蓉小姐闹和离之事 已是急火攻心便病倒了 那找太医看过了没有 看了 太医说太后这是心病 还需心药医 老奴先退下了 荣儿吧 诚儿呢 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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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来看我来了 你们来看我了 祖母 别装了 说什么呢 我耳朵听不清 最近这耳朵 我什么也听不清 祖母 您再这样下去真把自己给捂出病来了 好好好 行行行行 不装了 你们两个鬼机灵 骗不了你们 别怪祖母骗你们 祖母年龄大了 说走就走了 我不是说走不哭了 我是想拿 在我活着的时候 看你们小辈儿都好好的 哎呀 这个白儿生死未卜 你们俩 不能再让祖母伤心了 来 荣儿 祖母认定了你这个孙媳妇了 有祖母在一天 你们俩就不能分开 放心吧 祖母 容儿她这次 定会好好珍惜祖母的礼物的 祖母 端木白现在被我一个 结拜姐妹救了 现在正在医治 我答应您 她一康复 我就让她来看你 真的 我们怎么会骗您呢 好好好好 你们不是闹何离呢 这个事情呢 说来就话长了 不过您只要知道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是为了两国和平 是坚决不会害倒南皇的 那就好了 明白了 明白了 祖母连孙儿和孙媳妇都不信 我还能信谁呀 对 对了 祖母 我和容儿现在的身份 不方便单独见面 希望您给我们留出一个偏厅 让我们避开监视 以探望您的名义相见 偏厅怎么行啊 我给你们俩安排到天池阁的 夫妻套奸 董容 容儿害羞了 容儿 少将军今日怎么有空 找姐姐喝茶呀 金同事担心姐姐 因为皇太后的病情受影响 特来问好姐姐 我见姐姐心神不宁 是在皇太后的亲情攻势下 动摇了吗 祖母仪是我的确心怀愧疚 但是国之利益大于一切 我已和秦尚成合理 绝不动摇 那姐姐因何事烦恼 秦尚成提出用她的半张炮图 换我的半张炮图 然后来共享炮图 我在想这其中是否有诈 金同意为 姐姐可以还 姐姐千莫误会 姐姐给秦尚成的 不一定非要是真土呀 男荒能人无数 秦尚成定会找专人鉴定 我们可以只做一点细微的调整 正所为 插之好理 命于千里 姐姐放心 我的副将五人 便出身火气阳 他对我忠心耿耿 是最合适的人选 你的人 姐姐不必一切 我本就没有图纸 即便看了这半份图纸也无用 况且 我早已提出过 万江院与天楚一同分享图纸 共同支援男皇 好 那一言为定 我出图纸 你出人 事成之后 炮图共享 不过自是体大 这时间和地点都要由我来定 都听姐姐的 劳烦五人将军专心绘图 烦请少将军和小花将军回避一下 姐姐 炮图构造精妙 五人在制图过程中 需要全身关注 不能有任何干扰 还望姐姐了解 以她谨慎的性格来说 在临摹我们半张炮图之前 必会将两张炮图合二为一 交给五人辨认 那个时候 便是我们获取完整炮图的最佳时机 对 而且只要给我半盏茶的时间 我就可以记下完整的炮图 这金童肯定从金义文那儿得知了 荣儿过目不忘的本事 所以这次 对 就不劳烦荣儿出马了 交给维夫便好 你打算临摹整张炮图啊 要是记别的 我可能不如荣儿 但是记图 那可是海盗的老本行 双方合作信任是基础 姐姐怎么会不识大体呢 那就劳烦五人将军了 谢谢姐姐 少将军 五人将军画图 大致需要多久 一住相便可 如今应该已然过半 秦尚城怎么还不来啊 走 太子殿下 真是为何啊 五将军不是心知肚明吗 他手里怎么会有一整张炮图 殿下那不是有一半吗 秦尚城 原来这就是你的方法 够直接 够霸气 我喜欢 若是没有荣儿之前的配合 此事也不会进展得如此顺利 原来你们夫妻俩是表面不合 暗地里却联手作曲 姐姐好演技 彼此彼此 少将军不是也一直在演戏吗 我们只不过是以奇人之道 还着奇人之身罢了 你们这么做 看来是欲于我万将为敌 不想和谈了 架下相反 我们这么做的目的 才是为了真正的和谈 殿下 你这么做如何向陛下交代 我自有打算 秦尚城 你烧了图纸 只会两位聚上 他日战事再起 你又有何依仗 炮图没了 才能迎来真正三国和谈的契机 才会迎来真正的和平 你们如此激怒我 恐怕没得谈了 和谈乃三国大事 岂是你一个人说了算吗 少将军 我已经把这件事情 修书写给了金雄 如果你再一意孤行的话 影响了三国大计 那你就是千古罪人 到时候万将也容不下你 大谈 竟敢威胁我们少将军 要不是我们万将 替你们天出解围 恐怕你们早就被南皇 攻入皇都 少将军 咱不好谈了 几个回万将 向事上禀明此事 够了 这里没你说话的资格 今日之事 金雄定会铭记于心 走 如今祖母昏迷不醒 连太医都无可奈何 看来只能等端木白回来了 太子殿下 太后的药已经煎好了 怎么是你服侍太后 段嬷嬷呢 陛下一怒之下 将看护皇太后的 所有侍从婢女 全都处死了 段嬷嬷至今下落不明 可能已经逃了 竟然连段嬷嬷也死了 段嬷清仓一定在隐瞒什么 这是一怒之下杀人吗 这是在掩盖证据吗 此事有蹊跷 我要当面去问他 祖母洛水到底是怎么回事 诚儿 在你母后灵魏面前 不得大声喧哗 不然成何低头 你敢当着母亲的灵魏面前发誓 祖母洛水真的只是个意外吗 诚儿 我知道你心疼 可是朕的心比你更疼 你母后的在天之灵 她能看到你的一片孝心 更能看到朕一统天下的觉醒 母亲是希望 终有一日 父皇可以擦去刀刃上的血 铸剑为礼 铸剑习以为浓器 放牛马于元首 世家无骊矿之私 千岁无战斗之患 要想铸剑为礼 就得千年无患 所以你应该懂得 朕为何要一统天下 好了 诚儿 炮图拿到了吗 炮图被毁了 全天下现在只有一份炮图 在我脑子里 你在威胁朕 是父皇骗我在先 我问过义飞驰 我回天楚之后 你依然在逼她画炮图 你根本不想和她 你以为朕 真的不敢动你 是 那就要看父皇 想不想要炮图了 不过有个前提条件 父皇要签署三国休战协议 并且将我和天楚使团 安全地送离南荒 果然不愧是朕的儿子 都懂得权衡之术了 我只不过是不想任人摆布 被人利用罢了 父皇身上怎么有一股奇怪的药味 这个是 这是在死去的嬷嬷随身的包袱里发现的 我估计是祖母交代嬷嬷 给道道做的玩具吧 大嫂 开心点 容姐姐 你别不开心了 端木白衣术高明 等她来了呀 定能够一支好祖母的 等一下 声音不对 是段嬷嬷写的遗书 原来祖母早就怀疑端木青苍的身份 便约她去钓鱼 还用洛神茶试探她的身份 段嬷嬷听闻 太后出事之后身边的人都赔了赃 就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所以决定把一切都写在这上面 为太后报仇 那 这个段嬷青苍不会是假的吧 张贤说得没错 老大 老大 这个段嬷青苍 是假的 老大 老大 这什么玩意儿 这不行了 我最近的段嬷青苍身上 闻到了一股奇怪的药味 我便去了回春堂 此药名为疮灼膏 有排农拔毒 去腹生皮之效 是治疗烧伤的不二之选 可段嬷青苍最近并未是 别受伤 更别提烧伤 烧伤 难道是 没错 就是孔林 那老头不死了吗 他并没有死 他一定是冒火逃离了密室 还在劫狱那晚 派人刺杀了我和段嬷白 那要是这么说来的话 当初毁约 并且杀了走一天的 其实不是段嬷青苍 是孔林 那 真正的段嬷青苍 死了吗 顶多是现在有危险 那如果这样的话 如何才能证明 端木青苍 他不是端木青苍呢 还有一个人是图不够 好 殿下 不必 坐下 谢殿下 来南荒这么久 还从未听过 扶琴姑娘的琴声 不惜歌者苦 诞生之音喜 府中连生变故 我何有心情弹琴呢 此琴 莫非是万疆的扶梦琴 果然什么都逃不出 殿下的眼睛 此琴色乃是万疆 不可多得的宝琴 听闻在战乱中失踪 没想到竟然到了姑娘手上 莫非 姑娘是万疆人 殿下说了这么多 这最后一句 怕是重点吧 的确 我生在万疆 父母皆为秦氏 然而万疆的奸臣 却污蔑我父亲 此举中有谋反之意 杀我父母 将我流放 是陛下 砍断了我的手链脚链 救出了我 若是没有陛下 恐怕我就跟这扶梦琴一样 消失于事 与殿下相反 我身上流着万疆的血 但我的心 却在难荒 那这么说来 你应该比我更了解陛下 你不觉得这个陛下 和之前不太一样吗 你想说什么 这个陛下是假的 胡说 我们隐蔚调动 指认陛下手印 近期手印未变 怎会有假 多谢 你让我知道 我父亲还活着 你什么意思 你可以自己去确认 古琴还需多谈少致 才能目性尽 秦生和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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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还好我身得了老大 未雨绸缪的精髓 提前让兄弟们 在地道被封之前 潜入了南荒 说重点 哈旦 兄弟们已经查清楚了 现在京都戒备森严 这重兵把守之地呢 有皇宫 优客别院 粮仓 火药库 还有三大草与码头 父皇一定还在其中 要赶快救出父皇 明日便是三国和谈 正是当众揭穿 孔林的最好时机 要是段木白在这儿就好了 他肯定是 最了解孔林的人 小心妹妹 人我已经带来了 姐姐 来得不算晚吧 来得正好 段木白呢 他去查看祖母的情况了 我就说吧 我们俩兄弟 迟早会再有机会喝酒的 这叫大难不死 必有酒福 看你笑了 想必祖母那边情况还可以 嗯 没错 我有十分把握 可以救醒祖母 不过祖母是如何落水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祖母 是段木擎仓推下水的 怎会如此 因为这个父皇 是孔林假扮的 我们猜测孔林那天 逃离了密室 潜入王府抓走了父皇 孔林先派杀手来暗杀我们 再以父皇的身份 命父亲来救我 却不救你 他的目的 就是为了离间我们兄弟俩的感情 让我们同时操割 以此来折磨父皇 你的意思是父皇还活着 我从父亲那边侧面了解到 父皇的确还活着 不过现在关押在何处尚不知情 你了解孔林 有没有什么线索 有 有 有两处 一处 是优客别院 是之前父皇 给孔林的别院 也是他教我武术指导我医术的地方 孔林说过 那个地方所有的集关 都是他亲自设计的 固若金汤 那按照你这么说 极有可能就是那个地方 还有个地方则是皇宫 宫内有押戒重犯之地 也许孔林反其道而行之 觉得最危险的地方 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就把父皇 关在身边 不如我们两个人分头行动 你去皇宫 我去优客别院 咱们这 现在不行 不管是皇宫 还是优客别院 防守定会极其森严 我们要救父皇 只有一次机会 必须一击集中 明日三国和谈 到时候兵力 定会集中在慕王府 那个时候 不管是皇宫 还是优客别院 我们都有机可乘 那和谈 我相信荣儿他们 只要他们拖到 我们把父皇救出 便都可以翻盘 庸儿 你是否在担心 明日的计划会有变数 现在想来 即便我以前武功平平 却天不怕地不怕 天天吵着嚷着 要和你一起并肩作战 现在我的武功已不属夫君 却变得患得患失了 那是因为荣儿 现在是娘亲了 自然会考虑得多一点 这么说来的话 我的确是一个 不称职的娘亲 怀上道道之后 每让道道过上 一天安生的日子 你还记得吗 荣儿 我曾经答应过你 不论是成亲后 还是有了孩子以后 你依然可以做自己 你依然可以是那个 天不怕地不怕 为了天下百姓 可以到处行下仗义的 花花大侠 其实 道道非但不会成为 我们最大的顾虑 反而 会成为我们最大的动力 和精神支撑 没错 为母则刚嘛 无论是为了道道 还是为了天下百姓 无论是刀山火海 我们都必须跨过去 赢得最终的胜利 这才像花花大侠说的话 好